新聞介紹要來看的是 尖對治療的劉備國際的介紹不斷在這期間 所以農委會的提款 還有算治療劉備的介紹 都是一定會開的調查 同期治療劇者對著進口劉備的儀客 所以這對處在最近這幾年 議長農會是在推動在劉備 總幹事王英寧表示 這議長農會採取農業保障和本王的制度 所以修金的慘是改進劉備後 每公斤可以為農民來增加4萬塊左右 議長農會總幹事王英寧表示 議員國際治療劉備每公斤 是在3.5.5元來普當 但是在輸用劉備作為新積原料的材料後 建設也開始起價 今年因為美國天氣較大 在輸到三兩減借 加上中國大陵香港恐怖應急 能夠為進行賺金起價起價每公斤13塊 保障一萬維持10塊以上 以及下探的空間有限 議員國際政府保障15塊 後來我們大陸民買了 我們大陸民保障17塊 今年我們提到1塊就是18塊 議長農就有9400檔 暫台幼537 在繼續需要大陸增加的進行之下 政調的面積將會打破2000檔 三兩可以最破一萬檔 就是說我們提供 因為我們的比較好的原料 最好想我們就能賠償 我們每天賺的營餘 總共有2500萬左右 就能賠償到農民 所以他每一公斤 都能賠償到一萬塊以上 甚至說 只要政府要賠償 每一包的費用都補償到100塊 像他要36塊 他要賠償到6塊 做到一個 像美國說的共同經濟的制度 這是我們這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紅英臨強調 臺灣生產的治療局比旗幼 非旗幻改作作業 無限當金銷售和黃區毒素 無限新鮮定的優勢 治療工程都受不了 現在因為國際介紹優勤 加上政府將來的措施 這是臺灣治療局比冰身的良機 一定要家庭提供 增加主機率 世新新聞專輯 議長蔡宏報道 想做 油 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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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